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11月28日晚在福建厦门揭晓 陈可欣指导的夺冠斩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摄影奖三个奖项 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颁奖典礼开始前 红毯仪世上星光熠熠 谢霆锋、朗朗、烈火英雄剧组和赤湖书生剧组等老中青电影人先后踏上红毯 当天恰焚易烊千玺生日 他跟随《少年的你》剧组来到采访区受到了粉丝们的祝福 红毯尾声 刘德华的出现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刘德华表示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等参评明年的金鸡奖 本届金鸡奖共有41部电影参与角逐 在竞争激烈的《最佳男女主角》中 黄晓明凭《烈火英雄》获最佳男主角奖 周冬雨凭《少年的你》获最佳女主角奖 黄晓明接受采访时表示 能成为第一个二分金鸡影帝的人非常感恩 我觉得现在才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电影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 会越有生活 越有经历过一些挫折和磨难之后 才会演得更加好 对 所以我觉得我才刚刚开始 两个月前的《百花影帝》影后 在第三十三届金鸡奖颁奖里再度同框 黄晓明和周冬雨更是失出同门 是北京电影学院崔辛勤老师的学生 周冬雨相信老师听到消息后也会很开心 我现在我无法用语言吸引我的心情 我就是太激动了 凭借《白云之下》获金鸡奖最佳导演的王瑞告诉记者 该电影从筹拍到现在已经十几年 历经波折十分不易 我也很激动就是我们的金鸡奖评委可以把 在这么多大投资这么多拍得很棒的片子里 能够把奖项给我们一个文艺片 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的多样性的时代可能就到来了 凭着夺冠 张继摘得最佳编剧奖 张继表示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编剧 他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投身电影事业中 当晚最大赢家夺冠 斩获三项大奖 导演陈可欣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 但他因故未能前来 陈可欣特地发微信交代出品人及总制片人秦鸿表达感恩之情 凭烈火英雄获最佳男配角奖的应小天 开心地在后台采访间再次一盏歌后 原权凭中国机长获最佳女配角奖 第三次获得这个奖项的他 回忆第一次拿到时还在上大学 现在想起来心里充满感激 据悉 因最佳音乐奖空缺 当晚共评出了18个奖项 诞生于1981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是中国电影的专家奖 今年是中国电影金鸡奖 恢复一年一平的开局之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